大家好,我是谢盛慧,你的人形故事记 前几期节目啊,咱们讲了几个这个清朝嘉庆皇帝的故事 虽然那事是嘉庆朝的事,但是吧 那几个故事呢,你要说究其根源 那都是乾隆的遗留问题 有人说来不对啊,乾隆那会儿大清国鼎盛啊 对吧,乾隆盛世啊 盛世之下能有什么问题呢 要我说啊,首先我不认可中国历史上有盛世 第二,咱就说乾隆那会儿是盛世 咱就说他是真的,对吧 那也是非常阴暗的 里头的那种暗流涌动是非常可怕的 这一切,乾隆皇帝这一切啊 其实我认为是可以从乾隆十三年开始说的 这一年啊,乾隆皇上导过两次大霉 第一次,这个大金川战役,清军失败了 第二次呢,就是乾隆皇帝的原配复查皇后去世了 这两件事啊,要我说就直接影响了大清帝国的走向 咱一个一个说啊,先说这个金川战役 咱都知道啊,乾隆皇上很自负嘛 对吧,晚年给自己上了一个头衔叫十全老人 他就认为自己干了十件了不得的大事 为什么觉得他自负呢 就是打赢了大小金川战役 大小金川战役是这个清军跟四川吐司 一系列战争的组称 清军吧,输输盈盈 那最后呢,那肯定凭全国之力嘛 就算把这个大小金川给打服了 但是乾隆十三年这会儿呢 清军输了,而且输得挺难看的 为什么呀,乾隆皇上集这个优势兵力 最后输给这帮吐司的民兵了 这乾隆皇上这人那算是真是丢的 有多大脸,现多大眼 就这么一回 前线指挥官呢换了仨 这乾隆皇上换一个杀一个,手段非常狠啊 其中有一个叫纳钦的,特别惨 这纳钦啊,是乾隆朝的首席军级大臣 他呢,也是乾隆给自己找的第一批亲信官员 那会儿雍正给他留下过两个古宫大臣 就是托古老臣嘛,一个鄂尔泰,一个张庭玉 对吧,这个乾隆登基之后一直用这俩 但是后来玉衣丰满了,就不用了 就想办法把这俩人给除掉 这个鄂尔泰死得早点,非常幸运 张庭玉呢,稍微惨点 晚年非常凄惨 这之后咱们有机会咱们再说啊 这个纳钦就是当年在朝中公开反对张庭玉和鄂尔泰的第一人 对吧,这当然是乾隆皇帝这个有过旨意的呀 对吧,乾隆皇是私下对纳钦称赞的要什么呢 叫自己的第一恩人 就这么一个人,第一恩人啊 就被这个皇上给刺死了 在乾障军中刺了一把恶臂龙刀抹脖子了 咱再说说这个复查皇后去世的事啊 这复查皇后跟乾隆俩人关系极好 那真是极好 乾隆当皇帝 他这一生啊,就俩皇后 一个是复查氏 还有一个呢,是这复查氏去世之后 在乾隆他妈不是征环吗 对吧,征环要求 你必须得立后啊 对吧,就立了一个皇后 但是那个人呢,没几天就给废了 有情一代唯一一个被废的皇后 还有,当时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是他当太上皇之后 这个嘉庆追风的 那会儿那嘉庆他生母已经去世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不能算 复查皇后的死因呢 用现在话说就是产后综合症 生了几个儿子 可惜这几个儿子都夭折了 这儿子都死了 那你说这心情肯定很郁闷啊 对吧,郁闷的时候 三十多岁,又强忍着欢笑 跟乾隆去山东孔庙去祭祖 去祭拜去 回来的路上就暴毙了 乾隆皇上太上心了 就下令把这皇后的船运进紫禁城 那皇后的船大呀 紫禁城不够宽怎么办呢 做了一个巨型的脚手架 那种梯子似的 生把这船啊 从这城楼上就给翻过来的 皇后去世之后 乾隆皇上心情啊 那真是极端差 咱说实话 一般来说 皇帝丧偶之后都会欲管 或者谁都一样 正常人也一样 皇上这种人呢 稍微的好那么一点 一来是人家 却是心里承受能力强 第二呢 是媳妇多 也不在乎这一个 对吧 乾隆皇那不是 乾隆皇那直接是干嘛 杀人泄愤 而且理由特别荒唐 这清朝人不都留辫子吗 对吧 脑子潜到这一月两门凸的 这种头发 你得老剃着 对吧 按照满清的习惯 你不剃 这属于是 这个 这叫仪表 仪表问题 这是有罪的 但是呢 按照他们当时的习惯啊 这皇后去世之后 一百天内是不能理发的 注意啊 这是一个习惯啊 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没有立法 传到乾隆这儿 就连这皇上自己都说不清楚 这一百天是五十天是多少天 而且都不知道这条规矩 还 就到底有没有这规矩了 你想你老不理发 他难受啊 对吧 就有这大臣实在受不了 就给理发了 乾隆一看 震怒啊 对吧 就把那几个理发的大臣给杀了 后来这弄的 大家就都不敢理了 有人理 那你都不理 这头不就乱糟糟了吗 对吧 乾隆有时候 你这头怎么那么乱啊 革职吧 你这理不理都不行 就这么一招 总而言之吧 听上去很荒唐这俩事啊 而且影响不是很大的事 打仗输了杀了仨 对吧 理发那问题 杀几个到头了吧 对吧 不不见 整个乾隆十三年 因为这两件事受处分的官员啊 上至大学士下到基层的县态 也一共一百五十多人 这还不算 这只是对老百 这只是对当官的 对老百姓也是 那两年 乾隆十三年 乾隆十四年 死刑犯特别多 基本都是斩力绝 没什么斩监后 根据统计啊 光是乾隆十三年这一年 全国执行了两千多次死刑 比他之前登基十二年 加一块还多 以这个乾隆十三年为这个时间点 乾隆皇帝的统治 我认为啊 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乾隆十三年 十二年吧 人政 后五十年 磕政 前十三年咱有什么说什么 这乾隆皇帝口碑非常好 对守家大臣啊 很宽厚 对老百姓也不错 乾隆皇上曾经多次下旨 为了缓解这百姓的压力 盐这种东西 可以可以私人受卖了 原来这都是官府的专卖嘛 对吧 规定啊 只要老百姓够穷 这个可以贩卖不超过四十斤的食盐 这种种做法吧 包括对官员的那种宽容态度 一扫之前雍正在位 就是他爸那会儿 全国上下都非常压抑 他爸那手段狠啊 对吧 当官的松口气 老百姓拍手称赞 但是这乾隆十三年 包括十三年以后 这乾隆皇上就开始暴政 真是暴政 杀人如麻呀 有的事干的比他爸还狠 比如说啊 贪污 清朝官员有个毛病 就跟喜欢跟这个国库借钱 借完以后还不还 当然这个 有的时候咱说实话 不能完全怪这些官员 比如说 你有时候要接待皇上来你这 那你说你不借钱 你哪来 哪有钱 没钱呀 对吧 所以 这个话题 这关于清朝官员借钱的这个事 咱们之后可以再聊 今天先不赘述啊 反正最后好多人还不上 雍正刚登基的时候 就开始收这种东西叫什么呀 叫国库欠款 就开始追 手段虽然也狠 但是基本上不出人命 就给你隔个职 对吧 罚点缝 而且用一些其他的方式 很多 比如说让你这个 你交一些土豆产 反正就用很多很多方式 哎 去把慢慢就把这国库献王给追清了 对吧 乾隆这儿就不行了 乾隆有一个规定啊 只要欠国库 不是说你贪污啊 只要你欠国库超过八十两 一律战手 而且是说到做到 乾隆十四年 福建省官员杀了五个 还有十几个罚缝子 那官员这样肯定就给逼疯了呀 那就只能去苛扣老百姓了吧 对吧 那很快这老百姓也给逼疯了呀 那老百姓逼疯那就造反呗 就拿这个福建省来说啊 前脚乾隆把这当官的杀了 后脚这老百姓就造反了 乾隆皇上杀当官的不手软 那对老百姓那更是直截了道 听说这老百姓造反之后 乾隆皇大骂 真是大骂 说这帮老百姓是什么呀 说他们是臭虫 下令镇压 抓了一百多人 全部杀了一个不留 而且是活活打死的 这生不得 你赶紧杀了 你连死都不给痛快的 乾隆十三年开始的暴政啊 让所有官员特别害怕 后来呢 把他们逼得都抱团了 还是拿贪污这件事来说 中国古代官员贪污啊 一般来说是各自为战 有那种团伙贪污的 但是一来规模不大 而很少 现在部件 现在整个省 从上到下 从这个省长到这个县态 全都开始贪 为什么呢 一来这个人多力量大 二来什么呀 法不择重 牛逼你乾隆把我们都宰了 你怎么办 对吧 本来庸政已经把这官员管理的 已经是服服帖帖了 几乎来说啊 个个清廉 当然肯定有贪污的 但是都比较少 结果乾隆 乾隆这么一干 彻底完蛋 乾隆压迫官员呢 官员就得压迫老百姓了 对吧 老百姓活不下去 就只能造反 这一个死 死循环嘛 之前呢 乾隆还给老百姓留了活路 就卖炎妹事还记得吧 四十斤炎妹了 后来因为重要原因 乾隆把政策给取消了 那老百姓活不了了 对吧 那怎么办 造反吧 所以到了乾隆末年 天礼教啊 白连教啊 在民间就做大了 各省都有分会 包括这个一些 甚至王公贵族 八旗子弟都加入起义队伍 这个白连教起义 实际上历朝历代 都有白连教 白连教这个 他正经起义啊 咱们说是在嘉庆的元年 但是那年乾隆还是太上皇 理论上那就是乾隆六十一年 对吧 那只不过纪念法中 那年不是什么教而已 实际上就是发生在乾隆朝的 所以就是他这一朝啊 不是没事 事很多 而且他给子孙留下了非常多的阴影 白连教 你那 嘉庆皇那为了平白连教 两亿两白银 就这这 和尘好不少 炒点钱就都没了 对吧 刚才咱们说这两个原因啊 我正是因为这个才说 这乾隆十三年发生那几件事 彻底改变了大清朝的走向 那乾隆皇上有没有机会避免这种事呢 要我说啊 没有 就算是咱们穿越回去了 你成了 咱们成了乾隆了 也没有 也没用 对吧 乾隆十三年发生这两件事 只是导火锁 真正原因是在于他自己身上 他自己不行 乾隆这个人啊 看上去是一个很和蔼的 保亲王嘛 对吧 这说都是传闻 他这人非常仁慈的名人 实际上 这个他的性格深处很暴躁 非常残暴这么一个人 从小交生惯养 他爷爷隔壁指定啊 对吧 这么一个人 他刚登基的时候呢 采取这所谓的宽容的政策啊 只是政治需要罢了 对吧 你用证我爸爸在为十三年 你把官员调叫插播了 对吧 这会我刚上台 根基不稳 怎么办啊 哎 表现得很宽厚 笼络人心 乾隆十三年之后呢 这我已经根基稳固了 对不对 那就开始放 释放天性了 所以这 连那那亲 这曾经那么重要的官员 那说啥就啥呀 而且来说啊 后世史学家分析啊 这是我看来的 乾隆皇上 他这个打心眼里头 有点看不上他老爸 他就老觉得 我比他老爹 他比他老爹 这个雍正强一万倍 自己的政策 那我什么事都会比老爹厉害呀 对吧 但其实你说 在驾驭官员这方面 他比雍正差的 真不是差了一星半点 雍正是怎么登基的呀 九子夺敌呀 他当年那血雨腥风 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今天咱就不展开了啊 以后现场活动 我说 我再咱们再单独说 这事展开太长了 这就让这个雍正 特别了解这官员 应该怎么管 而且他的 而且雍正本人 他经常有 下去基层工作的经验 他知道底下怎么玩 所以他就特别擅长 跟这官员 用很巧妙的方式 让官员听话 你又怕我 你还不敢反抗 你还得听我的 这是很巧妙很多方式 这乾隆登基之后呢 我爸不行 我爸这太刺 我比我爸强 所有他爸推行的政策 他都给取消了 他这种 先松后颜这种政策 直接导致乾隆一朝 官员抱团贪污 百姓集中造反 所以说啊 这个民间一直有一个说法 就是 当然我这也是听啊 这说法不是很广 就是清朝亡于乾隆 很多人说这不对 这个清朝应该是 王于嘉庆 对吧 嘉庆中宣 其实这个说法啊 有点道理 乾隆这个人 刚愎自用 推行这种政策 导致这个 康熙雍正 积累的财富 尤其是官员体系的 这种财富 彻底崩溃 可以说呢 乾隆之后的 嘉庆啊 道光啊 一直在想 给他爸给他爸 给他爷爷擦屁股 但是大清早就击中难返了 大清朝的覆灭 在这乾隆十三年 就已经埋下了 好了 关于乾隆十三年的事啊 今天咱们就聊这么多 我是先生会 你的人形故事机